求主使用我们 然后他就跟他出来 然后鬼就把人摔到地上 就出来了 就没有害到这个人 因为鬼是没有权兵的 那些人就很出奇了 他说 哇 这个是什么道理 为什么他有这个权兵 能够吩咐魔鬼 魔鬼就出来 这个字很重要 是权兵 authority 有两个字 一个是power 能力 一个是权兵 魔鬼的能力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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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能力大 魔鬼的能力大 我们 不是 魔鬼的能力 魔鬼的能力比我们 我们的能力不及他 但是我们有一个大 是什么 权兵 我有这个权兵 就是神授权给我 我们的属灵的能力 不及魔鬼的能力 因为他的能力 神做天使的时候 是将了他的能力伺给他 所以魔鬼 他可以一吩咐 那些 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事 在末世的时候 很多的神迹歧事 那些是魔鬼的神迹 就是他的能力大 但他的权兵就不大 就是我们有耶稣的权兵 所以你看到魔鬼 哇 一吩咐 可能他在非洲有这样的人 他们用一些巫术 其中我听过 用一些马尾 或者用一些其他物体 就叫那些偶像之后 那个马尾可以很有能力 一打到人的身上 会瞎 或者病 或者死 就是他很有能力 因为能力很大 但我有的是权兵 权兵就是什么 我自己很简单 有一个很大的男人 很厉害 每个人都不听的话 接着你走过来 你妈叫你回家 他立刻跑到来 为什么 因为妈妈大力权过他 因为他的妈妈 或者他说 你太太叫你走 快点走 他就走 因为他有这个 他的妈 或者他有太太 他有这个权兵在他身上 于是他就听你说 正如警察 拿着枪 是不是很厉害 但当你拿着这个 市长的 或者总统的命令 譬如他说 我现在要捉这个人 接着他有这个命令 或者这个大赛的命令 譬如 不需要捉这个人 这个人无罪 拿出来这个命令 一张纸 他有一枝枪 一扑他这张纸就穿了 但他也没有权 因为你有这个权兵 有这个权兵 我们有这个权兵就是什么 耶稣赐给我们一个很尊贵的身份 所以我们有这个权兵 魔鬼是不胜过我们的 但魔鬼的能力很大 你将来见到魔鬼的能力 将来见到 如果基督出现的时候 你会见到很大的能力 但我们不用怕 因为我们有神的能力 也都神会在一些情况 可能我们受逼迫 就是周围的人逼迫我们 但你靠着耶稣在那时候 彰显神的权兵和能力 就算你为耶稣信道 但你将远了神的荣耀和能力 可能有人会信耶稣 所以我们求主帮我们 分清权兵和能力 分得到吗? 权兵和能力的分别 他说他用权兵和能力 吩咐魔鬼 耶稣两天都有 耶稣是创造天地 所以他又满有能力 吩咐魔鬼 污鬼就出来 于是耶稣的名声 就传遍了周围的地方 这里看到一个 也就是耶稣是赶邪灵 或者医病 成为他传道的一个 预公 帮助人开放他的心 接受耶稣 但不仅是赶邪灵 就是做福音 福音一定是将耶稣 基督为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 从死到复 这是福音 福音就是说 耶稣为我们而死 赏灭我们的罪 拯救我们的灵魂 这是福音 即是赶鬼不是福音 赶鬼是福音预公 以及拿走那些人拦阻 即是魔鬼拦阻人 信耶稣的地方 好了 耶稣有权命性的魔鬼 那我们有没有呢 这个经文就说 我们有 我们一起读一下 马康福音十六章十七节 一起读一下 信的任何有神迹 随着探读 就是奉我们的名赶鬼 说身方言 即是我们有这个权命的 我们有神迹 跟着我们 我们可以奉耶稣名赶鬼 这件事是我以前 听过 我知道我有这个权命 但我没有试过 直至我经历四年之后 我才发觉 还有我经历四年之后 我去到一些地方 那些人 他们以前都有祈祷 但他们不知道为何 邪灵没有彰显出来 但当我祈祷的时候 他的邪灵显出来 其中一个就是在一间教会里面 我们违圈在祈祷的时候 旁边的人 忽然间整个人 就硬了 跌了在我身上 我看一看 我就知道 他有邪灵 但他以前 也有回到教会 那为什么 有时候 有些人 为什么 祈祷的人 都邪灵显出来 我想的可能性 是这样 因为他 在祈祷的时候 他们的祈祷 不会很长的时间 不会很投入 于是 圣灵的工作 就不强烈 所以他 在里面的邪灵 就没有彰显出来 但当祈祷很强的时候 他就将它炒起 所以在那时候 圣灵就将他里面的邪灵显出来 所以有时候 有些人说 去看看他身上有没有邪灵 我怎么做呢 就帮他一起去敬佩赞美 一路祷告 一路祷告 一路祷告以后 祷告一段时间 帮他投入以后 先奉耶稣来赶邪灵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 才发觉那些邪灵显出来 我也试过有一个年轻人 他经历圣灵 他真的经历圣灵 但后来 当我们的 孟耶稣没有赶到他里面 因为他契了 观音和黄大仙的时候 他就整个变了一样 即是要在祈祷强烈的时候 才发现出来的 接着下面有说到 魔鬼的工作 不只是赶邪灵 而是他在我们犯罪的时候 影响我们 所以这里的圣经说 不要吸魔鬼留地步 以课所书四章二五字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中文第三 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 各人与伦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围之体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劳道入落 也不可吸魔鬼留地步 从此偷视的 不要再偷 还要努力 不要让魔鬼留地步 这就是如何呢 你有没有听过 那个比喻 有个人有个帐幕 有个落台在外面 他就躺在帐壳里面 落台就说 我很冷很冷 落台就伸了头 伸了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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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了头 伸了颜头 伸了颗子 伸了颗子 伸了前腿 伸了颗子 之后 都不够了 一 aloud 把主人启了 这个就是 好像我们把 容许魔鬼 你不让魔鬼走一步 你说 気球人 我泪拖的时候 和男朋友 多一些人亲密的关系 多一些亲爱的时候 就进入第一步 再下一次,越来越多,魔鬼就进入里面 魔鬼就是这样控制人的,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小心知道魔鬼就是用这些方法 有人用比喻也说,一个人把魔鬼扔进去 魔鬼里面当然你不会知道,但他就慢慢 就像青蛙放在冷水中,青蛙又不觉得有什么 那么你开始煮魔灰水,开始煮的时候,青蛙是凉温动物 跟着那些水片,开始暖暖暖暖,他就觉得没什么 怎么知道后来煮熟了,他也不贴到 形容就像我们一样,如果被魔鬼留地步,你开始说大话 气绝方言,你说大话的时候,你以为没事 但一样一样,魔鬼就会祝福人,充满你,进入里面 生气却不要犯罪,这里他就不是叫你生气 不过如果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要犯罪 就是你生气的时候,你就不要生恨那个人 不要说话伤害人,随便发脾气 这个就是生气至于犯罪 不可含露到日落,就算你生气不要过了日落 当然,圣经叫我们最好就是怒气人不能成全神的义 最好不要发生气 你发生气的时候,你真的到日落就停止了 你就不要一直发生气到过夜了,不要一直生气下去 然后就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从前偷窃的就不要再偷了,就要努力了 就是说,以前是偷的人,现在就不要偷 就要努力做工了 这个就说到吸魔鬼留地步 然后最后你死了就跟魔鬼争战 我会没有人去试魔鬼 我会没人去过夜 我会没人去过夜 我会有消息 有一次很久 我会有限来 是任何交温 我会有动物 我会有的